各位同學,我們繼續來看 就是說我們整個國際企業系就是希望訓練出國際商務人員 當然商務人員有在不同行業就不同的 不同的國貿相關行業就不同的一個需求 那在這邊的話,我講的是說一般的貿易公司 特別是新型態的貿易公司 它國際業務人員要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甚至於說就是製造業裡面的國貿部門也是一樣,差不多 這邊的話,就是說我們到底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邊我們講的是說國際業務人員可以說是公司的靈魂人物 因為公司一定要有業績 特別是以國際貿易為主的公司,以國外客戶為主的公司 那你一定要有業績,業績就是要靠國際業務人員去爭取 去把東西賣給外國的買家 是不是? 所以它就是整個公司能生存的一個靈魂人物 因為你一定要想辦法去把產品推銷出去才行 那你會做一個產品,不見得代表你會賣一個產品 賣產品有時候是一門大學問 那因為畢竟,特別是你的公司如果不是獨門獨事的生意 你有競爭對手的時候,更是賣產品的業務人員更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特別是你要去外國這種的,不是跟本國人溝通 你是要去跟外國人溝通 在一個不知在地圖上,有時候有些地方在地圖上都自己都不是很熟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 所以國貿誘人員有兩個職責 第一個就是要找買家 找買家 買家就是你找到買家之後還要完成出口租班試飲 就是我們國貿食物裡面的一些東西 那叫出口租班試飲 第二個是找工廠來製造買家要的產品 我說這是一般的貿易公司裡面的業務人員 特別是新型態的業務公司 我稱之為新型態 裡面的業務人員 是要這樣子 你要去找買家還要找工廠,你就是一個team 這個客戶這個產品就是你負責的 是不是 那不管是哪一種型態的公司 我們整個貿易的核心就圍繞了三個要素 就是我們的品質 我們東西的品質怎麼樣 有沒有符合顧客或是簽約上的要求 還有報價 品質很好,報價非常高 人家可能也不願意買 對不對 就是品質、報價還有交貨期 特別是有些有時效的東西 你說聖誕節 美國如果聖誕節要推出的聖誕燈 收一些相關的禮品 你呢 可能 像我們家過完年就要開始準備了 你不可能等到什麼 等到聖誕節快到的時候才交到人家手中 那人家怎麼賣 是不是 這種交貨期很重要 你不能讓你的客戶等 不能延護他的商機 當然這邊我下面有喊小字 進行客戶端、生產端跟設計師的溝通協調 是一個很不輕鬆的事情 真的不浪漫 不輕鬆 這個我們可以慢慢體會 你看 這裡 為什麼不輕鬆啊 這個業務就是這個team 這個team呢 就是我們的業務 那你買家在這裡 買家在這邊 你要去找到這個買家 甚至有時候買家已經有的話 這個 我們買家會要求什麼啊 報價、品質、交貨期、保險索賠、運送、包裝、付款條件 這就是我們國際貿易實務裡面那些基本交易條件 是不是 特別品質、報價、交貨期 這個在上面 大家一定先談這個嘛 談好之後付款條件怎麼樣 我是要買家是說我錢要一次給你嗎 要開信用狀還是用TT 還是用其他方式 那 那這個運送包裝 你要用 我們希望人怎麼樣的 不同商品 但有不同的包裝跟運送方式嘛 那有糾紛的時候 保險跟索賠 這就要花很多心力去溝通協調了 買家在這邊 那你還要去找工廠 你要去找工廠 那公司這邊你也要溝通協調啊 公司要提供你什麼服務 你要繳多少給公司 那你自己的獎金是多少 怎麼分 設計師也要去協調 買家有了 買家有要求 你要找設計師來設計東西 還有各類表單製作就是OP 要做哪些哪些哪些 要不要找人 找人的話 給他薪水是多少 怎麼算 好 因為貿易人員我們通常薪水會比較高啦 為什麼 因為 你是一個他們 第一個有時差 第一個 買家跟我們有時差 第二個就是說 例如 我們過年的時候 人家沒有放家 我們過農曆年的時候 人家沒有放家 就是 如果你是做貿易人員的話 有時候農曆年 你可能人家沒有放家 你的客戶沒放家 你怎麼放家 人家怎麼聯絡到你啊 所以你可能也沒辦法放家 有這些因素啦 所以我們的貿易人員薪資都會比較高啦 相對其他行業會比較高一些 是這樣子 颱風天 我們台灣颱風 人家也沒颱風啊 對不對 我們不是 公務人員說颱風就 颱風就算了 你颱風 人家沒有颱風 所以有客戶要找你怎麼辦 你還是要來公司處理啊 因為很多東西 像現在手機發達 網路發達 可是很多東西 很多資料 還是在公司裡面的server裡面 在公司的電腦才有啊 是不是 這個 老闆不可能 老闆不可能 讓你把公司資料帶回家嗎 有沒有 是這樣 這個稅網會比較高啦 這邊 表單之外就是OP 這個OP的工作 還或是客服啊 什麼都有 那工廠怎麼去找啊 台灣 台灣有在台灣本地開車就可以了 台灣本地開始看 尋找還有溝通喔 工廠也是要花很多心力溝通的 那有的工廠在中國大陸 有的工廠在其他國家 在東南亞的國家 是不是 這些當然要坐飛機去啦 有沒有 要坐飛機 光這些東西就夠你忙了 是不是 所以做個業務其實不簡單 也是我們 系的一個教育目標 終極目標 就訓練優秀的國際業務 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熟悉的東西 其實要很多的 還要歷練 還有人格特質 這些都 種種種種種 所以優秀的國際業務 其實在市場上是 很稀有人才 也很搶手的 當然都要逐步的鍛鍊啦 自我要求 好 所以這樣我舉個例子 如果買家你報價嘛 買家覺得太貴太貴 怎麼樣怎麼樣 你是不是要想辦法協調工廠降低成本啊 如果成本降不下來怎麼辦 一方面就想辦法去找別的工廠嘛 看有沒有可以符合的 一方面要協調設計師來更改設計嘛 才能符合買家的需求 是不是 就是 是這個樣子 所以不容易啦 所以在這邊 這是不容易的事情 這個業務 當然這 我們那個素養 就是大概業務就做這些啦 特別是新型的貿易公司 如果公司說我只是 你只要上繳個比例給我 我沒給你底薪 你自己去想辦法 那通常你就要 幾乎就是十八般五一樣都 都要行 但還有一件事 語文能力當然不能太差 雖然語文不是一個最主要的 因為大家是做生意 可是 我們的一些語文的修為 我們都希望隨著你時間增加會越來越好 對不對 因為這是溝通協調很重要的一環 最好如果你買家固定是哪一國人 比如說如果是日本人 你最好還要用他的母語日語 韓國人用韓語 那如果是拉丁美洲國家 巴西用葡萄牙語 其他國家用西班牙語 這些 這些我們都是要不斷的精進 來讓維持這個很好的關係 有沒有 跟工廠的關係也是要好 你不要說你是買房 開玩笑 你就不見到給你貨啊 有沒有 但現在工廠的不好做 大家競爭激烈 可是我們要維持好的關係 容易溝通協調 客戶有什麼要求 大家都可以配合 讓生意成交 是這樣子 好 這是我們國貓人員的一個基本素養 這個圖也麻煩大家看一下 希望這個講解對各位有幫助 謝謝大家